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是学习重点 第三是试题的练习 以及最后老师的考前叮咛 本单元近五年本单元学测试题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101年到105年本单元都没有任何的命题 不过这样的题目多出现在指考当中是相对比较难的单元内容 法西斯政权的崛起 同学需注意到法西斯 有的时候我们也称他叫做极权政府政权的内涵以外 也应该掌握其对代表国家 例如德国 意大利 日本法西斯极权政府的发展以及影响 本单元学习重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单元的重点提示 第一点同学必须要了解何会法西斯政权 第二个是战监期期间有哪些国家如何发展成为法西斯政权 以及最后这些法西斯政权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何谓法西斯政权 法西斯政权政权我们可以从他的主张里头来略指一二 此政权强调第一个民族主义也就是爱国思想 把个人的利益置于国家跟民族之下 同时他们反对是反对哦 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主张强权政府 并借强权政府对外扩张恢复民族信心 第三主张忠诚效忠领袖容易形成个人独裁 也因为鼓吹对外扩张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 而其代表最主要是战监期的德国 意大利以及日本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各国到底如何走向法西斯 首先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崛起 它的背景是因为一次大战后意大利虽然是战胜国 不过因为表现不佳 在巴黎合会中地位也不高 获利甚小 不过战争却造成了国内物价高涨 通货膨胀 事业问题严重 而此时也有一些遇到了一些社会问题 共产主义分子时常煽动工人罢工或鼓舞荣民反抗地主 引发了社会动荡 所以造成了法西斯党的崛起 法西斯党的崛起里头有几个重要的过程 首先莫索尼尼以恢复古罗马光荣为号召建立了法西斯党 该党主张民族主义 反共产党主义 从中获得了中产阶级以及资本家的支持 1922年他就发动了政变 迫使意大利国王任命他为首相 接下来在1926年取消所有党派建立一党专制 完成意大利的法西斯党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德国 德国纳粹党的崛起 它的背景里头最主要德国也遇到了经济问题 战后因为各地培馆以及战争的破坏 使得德国经济崩溃 通货膨胀严重 而美国经济大恐慌又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萧条 使得德国的经济雪上加霜 另外德国国内经济问题引发的社会动荡不安 共产党也借此积极活动 想要建立政权 而民众更是普遍对于反尔赛条约不满 也对接受条约的威马共和政府失去信心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德国纳粹党崛起的过程 1921年希特勒成为工人党党魁 并改名为国家社会党 今天中文亦因为纳粹 该党主张废除反尔赛合约 恢复日耳曼光荣 驱逐非日耳曼血统的种族主义 1923年希特勒发动啤酒厅政变 不过因为失败被捕入狱 在狱中完成了自传我的奋斗 1932年纳粹党赢得下议院大选成为第一大党 隔年希特勒就出任隔魁 1934年希特勒同时担任总统与内阁总理 被尊称为元首 同一年开始极端的反尤与反共立场 独裁统治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 1920年代的日本因为天皇病重政治真空 政党政治贪污丑闻舞弊严重而见识民心 一战之后法西斯的思想也传入了日本 国内形成许多独裁团体 例如有少壮军官组成英会 同时1920年代遭逢到了关东大地震 以及经济大萧条 刺激了日本军阀势力高涨 主张对外侵略扩张来减轻国内的经济压力 接续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在1927年 由首相田中一一向天皇上奏田中奏折 该奏折制定征服中国以及全世界的蓝图 1931年就发动了918事件 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 接续又侵略内蒙还有华北 接下来1932年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 刺杀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首相全阳义 首相死后内阁频繁的更替 同时内阁也被军方所控制 1933年日本宣布推出国际联盟 使得国际联盟为是大师 1937年又发动了卢沟桥事件 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火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单元的实体练习 我们看到的是100年的指考 题目如下 一位日本将领自我辩护说 我们就像一大群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内 只有三扇门供我们逃出去 也就是说移居外地打入世界市场和领土扩张 第一扇门移居外地已被其他反对日本移民的国家堵死了 第二扇门打入世界市场又被关税壁垒关上了 第三扇门关上了两扇 日本该怎么办呢 很自然 日本只有从剩下的一门夺门而出了 请问 1. 这位将领最可能为日本哪一次扩张行动辩护 2. 这位将领说日本的第二扇门也被关上 导致此事件发生的原因为何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第一个正确答案是918事变 第二个正确答案是经济大恐慌 这一题的解析是 首先我们可以判断日本将领主张移居外地打入世界市场和领土扩张 可以判断这跟日本1930年代的对外侵略有关系 而第二扇门提到被关税壁垒关上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大恐慌 各国纷纷采取关税壁垒的保护主义 反而加剧了经济的困难 所以正确答案是经济大恐慌 而文中提到其所采取的第三门 也就是经济大恐慌后日本发动918事变侵略中国 所以答案为918事变 最后是老师的考嫌小叮铃 本单元法西斯政权的截取 除了了解法西斯政权的内涵外 更重要的是需掌握德、义、日等国国内极权政府形成的背景 以及它的发展 有关日本对外侵略 可以跟1930年代的中国史相互搭配准备 可以加深印象哦 最后祝各位同学考试顺利